观众朋友你好 你好 今天是2018年12月7号 星期五农历11月初一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滨海区着力创新完善 循环型工业体系 助推新旧动能转换 维方辽城扶贫协作联席会议召开 施政协召开 积极推进依法征签专题协商会 京东我是商情事宜 全市小卖长市良好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滨海区通过大力实施 循环经济发展战略 抓好产业链接 资源循环利用等环节 着力创新完善 全区循环型工业体系 助推新旧动能转换 维方金信达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是我市的参除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独家特许经营单位 公司占地130亩 可日处理200吨参除废弃物 然而这样规模的一家企业 不仅不用外界的一度点 而且还要向国家电网输送电量 原来公司纪念新上了一台 找气发电设备 它可以把参除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过程中 产生的找气用来发电 不仅有效提升了资源利用率 还给公司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在以前 这样的发电设备大都来自国外 而现在所用的这台设备 却是出自我市的威方伊达能动力有限公司 从国外采购比较贵 我们就从国外这种鲜艺的技术 消化其他以后来进入到国内市场 主要有好处就是必要环保 排放能达到要求 再一个就是能循环利用 像养殖 参除垃圾 垃圾废弃物的处理这一块 如今 公司的产品已覆盖国内28个省市自治区 并远销国外 和亚洲 非洲 美洲等20多个国家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起步的速度非常快 这几年连续 几乎是每年 营养额的话 都得按照50%以上的速度递增 因为今年国家 加大对美改天的力度 天然气的需求增加以后 可能我们这个营养额还要往上增加 以发展循环经济为契机 推动工业转型升级 目前 滨海区化工企业把废弃物再利用 作为降低成本 减少排放 提高产业水平的重要举措 通过创新驱动和科技支撑 苦鲁综合阶梯利用 工业废水资源化 高温余热回收等关键技术 获得了重大突破 目前 已有50%以上的化工企业 形成了内部小循环 30%的企业 参与了园区大循环体系 园区内企业 近年来循环经济发展热情高涨 通过技术创新 科技研发等渠道 实施了一批新银产品 替代 烧下油关联 资源综合利用和废弃物再利用等项目 不断地拉长延伸 补齐自身产业链 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有着显著的提高 旨是一批 作者 有丝尊